传说中的那个自动脱水机啊 整个安乐在这样甩了几次之后 身上的那个水都没了 这个果然是太有趣了 而且那边说到安乐寨啊 安乐寨既然他们自己有水军 我相信也比冬天还要还要棘手呢 为什么 三万耶 三万水军人很多耶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查一查 当初清廷的那些水军 还有当初攻打那个清朝派遣 我们先讲清初好了 清初派遣 狮狼攻打台湾的那个水师 大概多少人 然后再看一看 最厉害的北洋舰队 大概多少人 就可以知道三万这样算不算多 他飞下来的样子 我只想到一个人 对就像是他们两个人在龙渊阁降下来那样子挺像的 看清楚啊 是不是这样子 两手睁开然后整个下来 这个相信纯导这次应该会请无数指导好好的教他们怎么从听而降 这个调 调威亚的这个要很清楚 不然的话呢 这次可是没有咱们小哲的亲自指导呢 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安乐寨主不但试水 然后还会拉的那一个绳子 这样转转转转 然后呢 键数应该不差 而且一键就中手里 赞 说得好 就是文周周的词 那所以说讲了这么多 说这就是我才不明白这件事情 很清楚 他竟然是出他的意思 他的出身 他从弟子园开始 离开了之后 然后一直都是在那种的 不需要很文雅的 那个用词的地方生活 说话本来就是要 直接了当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位 太子你是不是说话 你要是不是文周周的 而且说句真话 以安乐寨的身份 他算是一个算是私家军 在大静里面 我相信应该比东千份 更值得让大静非常的不满 为什么 我们没有想到原来 居然在自家的国土里面 能够有这么庞大的一个私家军队 但是说句实话 就像当在那个我们在电影里面的 《武装元苏起而立》 就说到一句话很重要 该帮的势力强弱 取决于当今的身上 能不能够照顾到大部分的百姓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大静看起来 本身内部应该出了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南有东千 为什么是东千呢 东千是东方啊 南有水寇 北有北情 才会道出这种事情 他们内部的权力和那个 军事都有问题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北洋水师的规模是三千人到五千人 那当初施昂 当初施昂的那个海战 峰台的 就是澎湖海战的那一个 呃 兵力大概是 呃 两万四 对刘国轩 呃 明镇这边是两万人 所以说 呃 里面的话 那个传骚其实在Google可以少得到 但是我们看一下 光是兵力部分 他就是两万四千人 哦 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那 这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 啊 安乐战有三万人对于 哦 大静他本身的皇帝 他的那种的势力 他很需要这一股势力 但是他也是相当的忌惮 所以说呢 如果让自己的小孩 哦 太子 如果跟这个结亲的话 当然是有 利无害的 但他也要担心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军事力量 安乐战的人 他身上没有盔甲 没有 没有铠甲这个东西 但是东千 他们为什么会有铠甲这个东西 我们先不要管制作经费的问题 一般的民间的私有 私有 事实上是不可能会有 特别有铠甲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是军 他们不是官方的人 官方的人是 才有资格 有这些铠甲 因为毕竟那是属于重金属的武器 他也是一种护卫 所以说呢 那个就通常也是 当然是财力的一个象征 但 东千能够这样子 我想他一定 背后一定有势力 有官方势力的支援 否则是不可能 有这么多人 可以身上着盔甲 去作战 那所以那时候 当东千出来说 我其实也蛮吃惊的 为什么 他们会用 以这种形态出现 一看就知道 朝廷不但出问题 而且就重要 这个问题 还是内部问题 而内部问题就是 有人私自养军队 我说的还不是民间私自养军队 而是在朝廷 在朝廷 有相当权力的人养军队 那根本就是谋反势力了 那大晋的一个皇帝 那韩仲远不处理他们 他还想尽办法 要对付自己的儿子 还想尽办法 把静安侯给除掉 这脑子还真的有病 而且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安乐寨 虽然他们身上并没有盔甲 但他们的兵器相当的不错 所以他们才能够砍伤 甚至他们也很清楚 怎么样子去杀害敌人 能够致命 很清楚这个盔甲上面的一些缺失 所以才能够这么的顺利 能够让很多的敌军挫败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过这方面的分析 就是太子去救那个仁安乐的这一段 大家都会想到是很有名的在 荣渊阁那里面的那一场打戏 面对那些要人的打戏 当然这不能比 因为毕竟杀阿旭的武功是相当的好 老温的武功也相当的好 那这两个小辈呢 请自求多福 其实不怎么样 而且他们有武器的 我们的话我们就之后有空再来好好的评评 我们可爱的阿旭的 他的白衣剑 跟老温的那把扇子 这句话真好 谁边是没眼力见的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 是世俗的口吻 就是应该这么说 那才是仁安乐必须要做的事 安乐 我希望看到的是感动 而不是开心 因为你应该认识这个人 弟子缘他是认识这个人 仁安乐是不认识这个人 但是他应该先眼神闪出的是感动 再过来是开心 可是刚刚我看到的是开心 就是一个很正常 有人保护 出手保护你也没有感觉 安乐啊 我们来商量一下 你要清楚 你是具备两个身份 一个是弟子缘 一个是仁安乐 你不要以为你真的从头到尾就是仁安乐 要不然的话 那他这个身份 安乐传里面 女主角的身份的矛盾是怎么出来 他跑出这个问题 就是应问 他一方面又是一个背负 加仇的 全家负面之仇的弟子缘 然后又是一个要忍辱负重 要反了 大禁的 正安乐 你的身份是很矛盾的 所以你的表情的维系度 也要好好的注意 从我开始会开始会讲一些有关于 就是演员应该有的那种表情的申请 该有的 该对的 该怎么做的 如果我能够说的话 我就尽量说 不能说的话 就是我可能不太懂 不是我这方面的专业的 我脑就不会说了 那当然它包括配音的部分也是这样子 我不希望让人家以为说我只会开口 说这个东西不好 说这个东西不好 说这个东西差 说差或者是说好 那都是我过往经验看戏的心得 看了那么多年的戏 这让我没有尝尝看 路过大陆的戏 我真的没有尝尝看 第一次看还是真的是尝看上去 其他的 其实我看的最早的应该就是 《青出三部曲》 所以对我而言 《青出三部曲》的那些人的 每一个演技 每一个动作 这个台词的功力 那才是我觉得 身为古装剧 应该有的基本条件 所以我在后来 或者是先前所说的 会这么恨铁不成钢 是因为我认为古装剧 我没有把它当古偶 我也不能够很明白确认一下 所谓的古偶定义是什么 但至少在演戏的时候 你穿的是古人力衣服 我们也不是在拍穿乐剧 那你是不是在某些方面 应该做到一个古人 该做的行为 而不是一个现代人 那现代人的话 你干脆把它全部 画成现在剧就好了 你看穿的古装剧做什么 人家就希望把自己的身份 给拉到另外一个时空去 然后当那个时代的人 你拿现在人的习惯 来去扮演古代人 这是不合时宜的